这是一款由百造创想开发的显微镜专用热成像仪 我们先将其包装和打开 里面有以下配件 红外相机模组一个 装有电脑软件的U盘一个 显微镜支架一个 小内六角螺丝刀一把 大内六角螺丝刀一把 支撑杆固定螺丝一颗 红外相机支撑杆一根 数据线一条 组装时先将红外相机与支撑杆套到一起 再用这颗大螺丝将红外相机与支撑杆固定到一起 用这把大内六角螺丝刀将其拧紧 这是装好支撑杆之后的样子 这个是红外相机金属磁锡盖 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红外相机镜头 当我们不使用红外相机时 就将这个镜头盖 盖起来 将显微镜支架与支撑杆套在一起 这里有一颗固定用的小内六角螺丝 我们用这个小内六角螺丝刀 先暂时将其拧紧 这里是红外相机的开关 这是一条Type-C接口数据线 将它与红外相机相连 这是一台三目显微镜 除了有两个光学镜头以外 还可以接一套电子显微镜 我们先将这颗固定显微镜主体的螺丝拧松 再将显微镜照明灯上的螺丝拧松 这里不同品牌的灯照固定方式都不完全一样 大家根据自己显微镜灯照的固定方式 来取下这个显微镜照明灯 这就是我们取下的显微镜照明灯 接下来我们将这个显微镜主体拿掉 将我们组装好的红外相机组件 放到这个显微镜的圆形支架上面 我们再将这个显微镜主体放回去 重新装上显微镜照明灯 这个红外相机距离桌面的高度 可以通过拧松这个显微镜支架上的固定螺丝来进行调节 当我们调节到合适位置时 我们就可以将这颗螺丝固定死 红外相机的角度也是可以通过拧松这颗螺丝来进行调节的 整体上将红外相机固定好之后 我们将镜头防护罩先暂时拿掉 最后将显微镜主体固定螺丝拧紧 这是安装完成之后的效果 下一步就是进行开机调试 先将红外相机数据线另一头插入电脑 再将这个装有电脑程序的U盘插入电脑 点击打开U盘后 就可以看到红外相机控制程序安装包 这个安装包内的程序随着时间的推移 后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版本 大家以最新版本为准 我们选择这个最新的安装程序 双击后进行安装 如果装了杀毒软件 这里会有病毒提示 这是正常现象不用担心 选择安装语言 这里默认是中文 选择好后就点击确定 这里安装路径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剩下的就依次选择下一步 点击安装等待软件安装完成 这里会提示安装驱动 我们分别将驱动1与驱动2进行安装 点击快捷图标打开控制程序 记得按下红外相机上红色的开关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红外相机的画面 发明这个显微镜专用热成像仪 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能让传统三目显微镜的画面和热成像仪的画面进行同步 这样就方便我们进行观察操作 所以大家在此时看到两个画面同时显示 在调试时调节红外相机的高度与角度 尽量让红外相机的画面与显微镜的画面保持同步 调试完之后我们随便演示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红外实时的观察主板上面的温度 对手工操作也是一种辅助 我们在这里吹芯片的温度是380摄氏度 目前红外上面显示的温度只有200摄氏度左右 这是因为前期对温度进行了限定 后期根据需求再做开放 限定温度是为了测量的准确性 因为我们用这个主要是修漏电 小电流漏电温度变化很小 如果测量温度不精准的话 是很难发现问题的 所以这里就舍弃了更高温度的测量功能 关于查找漏电 我们会单独出一期视频给大家讲解 这里就不再展示了 在这里就不再展示了